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蹲跤的方法 就是很快的 可以从环夫地直接到达佛地 很容易的 不困难 那么二圣经济 悟道心 那个二圣就是声吻跟言诀 那么他们虽然很精进 可是他们对真理的认识就是不透彻 他们只有追求自己觉悟 没有要利益众生 没有要度化众生 所以他们虽然很精进 可是那个悟就是没有 没有道心 就是没有要让所有众生都脱离苦海 所以二圣精进 悟道心 那么外道聪明 无智慧 这个外道就是在道之外 已经把所有万象都当心之外 不把万象当成我们真心所呈现的 所以那个叫做外道 那么外道很聪明 可是没有智慧 那我们了解这个外道在怎么修 都只有五通 所以叫五通先 他最后一个漏进通 他一定不会有漏进通 各位有听过吗 我们六通里面有一个就是漏进通 我们漏进的就是全部的烦恼都没有 就是我们的精神都不外放 那个漏已经进了 没有了 没有漏了 因为我们有漏精神有外放 还有烦恼 所以我们进入六道人会 那我们已经到达都无漏 了解到不生不昧的佛性本体 已经可以摸到它的叫做无漏 上个礼拜我们不是有讲那个洗澡吗 有没有 还记不记得 就是呢 是洗尘还是洗瓶 洗尘 是灰尘那啥 可是灰尘它是无知 无知之物 那洗体洗身体 身体是四大甲合 所有烘土 所有烘土是无情之物 他们都没有知觉 我洗澡怎么会有知觉 就是有那个true true的感受 所以他从洗澡 就领悟那个无肉 无肉就是不生伯昧的佛性本体 所以花现明了无肉 花现明了不生伯昧的佛性本体 已经注重在本体 所以他成佛罗汉 已经进入无生法人 佛罗汉就是得到无生法人 无生没有生 有生的是我们身体 没有生是佛性 不生伯昧的佛性本体 没有生 没有生就没有妹 他可以把洗澡已经安住 不生伯昧的真理上面 然后不动 这样就叫佛罗汉 全部都一样 那我们也要发现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如来 都有不生伯昧的真心佛性 只要我们发现 我们把它安住 把心安住在不生伯昧的真理上面 然后不动 不起心动念 那我们也可以到达了 就已经是佛罗汉 然后我们又度化众生 进入菩萨 这样知道吗 要多听 就会很熟悉 就是这样的过程 进入 我们不生伯昧的佛性本体 叫无肉 然后我们又想到众生 这么可怜度化 去利益众生 这个就叫菩萨 所以只要发现一出来 就已经有这个免了 我们不要去追 不要追说我是菩萨 不用追 这个讲说 跟人家讲 我是菩萨 你可以断电 你就是众生 你是环夫 这样知道吗 所以菩萨佛不会说 他是菩萨 他是不会的 一说了以后 他绝对不是 这样懂意思吗 所以我们在凡尘 就是要了解到这个真人 因为真人不露像 露像灰真人 所以韩山舍德 被人家一认识了以后 他就赶快逃到山中 抖进那个石头里面 就不见了 不能再寄了 那个风干老河沙 他是阿弥陀佛来转世 他被人家认识了以后 也不见了 所以只要那个 让人认识了 他就不能再呈现 不会说呈现的时候 人家在吃 哦 这个就是阿弥陀佛 没那种事 这样了解吗 所以我们在修水的时候 就是努力打造 什么像都没有 什么像都没有 就是最高 最高的程度 到不离当处藏藏 跟那个十四古今 不离当年 就是万言方向 一念不生意 把它列起来 各些一些 跟着起来 都是在讲一件事 亦于痴亦 亦小害 在讲 这些恶圣 精进舞蹈心 或是外道聪明 无智慧 无智慧 这个就是遗词 有教会 有教会 像我们日常生活之中 也很多 都有这一种 有教会的 那个奏法跟念头 然后在我们生活之中 都实实在呈现 我们也都不承认 所以我们要了解 那个很笨的 我们不要去做 做的就是要聪明一点 万言方向 一念不生 那么 一小害 就是让人 对他 产生了可怜的那种心态 不是说我们害怕 而是说 为什么你不追求 那个最上圣的 可以成佛的 那个很容易啊 你为什么不追求呢 做这一些 那个恶圣的事啊 只要立意自己自私 然后呢 那个外道啊 对一些呢 不正确的那个见解啊 都自以为是 然后还互恶不牵 是不是叫人家呢 这个很 亦小害 很多人喔 做出来都会那个样子 那我们透彻了解真理以后 来看他们 真的是叫我们喔 这个亦依止啊 亦小害